好 我們來看一個最新的現場 今天早上原本民眾黨 要到北檢提告端木正 但因為搜索關係 延到下午3點鐘 現在黃珊珊也出現在北檢外 我們一起來看 好 請大家多弄好 這個 小心不要倒倒 請大家多弄好 好 好 謝謝各位媒體 不好意思 早上的 因為早上有 在台播的部分有檢調來 所以我們早上去做配合處理 所以延到現在下午再來這邊提告 我想今天我們提告的主要原因 也是這幾天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我們的記者會 還有各界的這些討論 我們還要再次的強調 在柯文哲競選總部的 所有的支出都有完整的品證 而且都有銀行往來的記錄 這些記錄在每個星期 都會交給我們所委外的 專務證會計師 他們去做善打上傳聲報的動作 在這次的風波裡面 我們接到廠商的聲明之後 就開始做內部的清查 我跟各位一樣 我是當律師的 我也不相信有會計師 願意去幫客戶做所謂的假賬 當然我也不相信 我們競選總部的同仁 會在內部做任何的虛偽不實 所以我們立刻進行了相關的清查 從我們交出去或我們自己 留存的支出憑證裡面 去比對有一些 為什麼沒有在監察院的申報系統裡面 才找到了將近17筆的漏登的資料 也就是這漏登的資料 並沒有被如實的拼印到監察院的系統 而造成了到最後結算的時候 所謂存折金額跟帳面資料的短差 那正常來說 甚至現今要做一個差額說明 但是我們委外的會計師認為這個短差 他認為可以先以 因為他作業不急 他來不及做key-in 所以他用虛報的方式 編造了九份完全虛假的上傳資料 在沒有任何憑證 也沒有任何發表紀錄的情況下 去虛裂了九筆的支出 這件事情從漏報到短差 到因為短差所以虛報 這件事情在正常人的眼裡 都不應該發生 我跟大家一樣 我們都是正常人 我們也不相信會計師會做這樣的事 但是很遺憾的 在我們這幾天的對賬裡面 我當我本人當面親自問他 如果漏報了 如果有短差 為什麼要虛報 我們任何人作帳都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他說是因為時間來不及 我監察院這邊時間很趕 我說這是會計師該做的事 所以今天這個案子非常清楚的就是 從事業務的專業會計師 他在他業務燈載的相關的業務上面 做了業務燈載不實 另外因為他的虛列支出 上傳了監察院的系統 還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罪責 所以我們今天對專業務會計師 提出相關的告訴 第一個是業務燈載不實 你應該掌管的業務登記的報告 竟然做不實的記錄 第二個把這些資料上傳到監察院的系統 做了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行為 這兩個部分是我們今天提告的內容 我們也希望本來在這兩天 我們希望專業務會計師能夠誠實以對 能夠把這件事情對外清楚的說明清楚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看到的是他可能還是認為說 會計錯誤可以補證 我要跟各位報告 會計作業在也許中小企業 或者是報帳上面 會計師調整帳戶 可能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在政治現金上面 沒有所謂調整帳戶補證的問題 在政治上面 不容許有任何一絲的作假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說 所有政治現金的支出都有憑證 都有支出明細 沒有一塊錢不在這個包帳裡面 但是他應該報沒有報 然後因為短差又自己虛報 這件事情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我們認為我們內部當然管控 絕對是有責任 但是我們認為會計師從事這樣的做法 我們認為這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它的確發生了 我們也很難過 我們也不相信 會計師會為了自己一點點的 所謂的勞務報酬去做假帳 但是它的確是事實 很多人說會計師沒有義務幫我們做假帳 是的 他也不會有正常的會計師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它發生了 這就是事實 所以我們依法提告 相關的單據憑證現在檢調也都交出去 我們也當時也都整理好 我們本來就是要來提告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今天來提告 只是希望能夠還原真相 把責任來釐清 我們也希望這個事件造成 對我們政黨還有各位支持者的疑慮 我們感到很抱歉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說 台灣民眾黨裡面沒有人要做假 也沒有人要虛報 這個作業我們委託了專業的會計師 還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難過 謝謝大家 那因為早上其實延後四個小時 那除了說可以和檢方調查之外 那有跟主席有告訴你 我們有跟主席報告我們今天要來提告的內容 當然對於這個事情 他也是覺得非常不可思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所有全國的民眾 都很難想像 為什麼有會計師會去做這樣的事 正常來說 會計師沒有必要幫任何客戶做假帳 我也認為 他只是在便宜行事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趕著失效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他當時的想法可能只是單純認為說 到時候再衝銷或補證就好了 但是事實上 如果做了虛假的東西 就已經構成犯罪 這已經不是補證的問題了 各位我是柯文哲選總部的總幹事 在整個競選過程裡面 我們負責溝通協調各部門 所以這是我應該盡的責任 我身為總幹事 我們發生財務部發生如此重大的疏失 我當然責無旁貸 所以我向中央委員會請此擋職 然後我們相關的這個事件的所有的人員 都會移送總評會 我們也會尊重黨的最後決定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趕快 理清查明真相 對於整個政黨受到的傷害 我們當然要惹人負起政治責任 這是我們要負責任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希望大家相信台灣民眾黨 沒有任何人也沒有必要 也沒有任何的需要 來去做所謂的虛假 那現在發生問題 中間有人犯了錯 我們大家都很難過 我們都應該要好好的 盡快的把責任釐清 把真相還給大家 當沐山在閉門會議上有承認自己的條件 然後她說會覺得是什麼 在閉門會議我們有非常多的同仁 我也一直問為什麼要虛報 她說這是一種條件 從我做律師的角度 我直接問她 這是會計師可以做的事嗎 她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自行條件她沒有否認 而且我也問她有沒有人指示 沒有 她說沒有人指示 所以我非常確定的是 這件事情 專門會議師一定要自己清楚地說明清楚 因為沒有人指示 你這樣子做 我當然知道她可能是 只是為了要趕著送賬 但是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我不希望她再故意揮避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因為金華城的案件也正在約談中 那你會不會擔心就是您或是柯前市長 會有這個約談動作 會不會影響喬草事情 各位金華城的案子 反正檢查也是在調查的 所以相關的事情就是近代調查 而且現在看起來 北姐也都有傳訊相關的公務人員 還有所謂的都委會的委員 我想真相查明清楚 也是一樣會還大家期待 你今天早上有受付接觸嗎 本部線的權限是怎麼開的 細節我不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委託她就是 可以要幫我們善打跟上傳 所以這個權限一定要開給她 不然她如何善打跟上傳 妳是說今天早上第一時間的時候 是有主席這邊有請你們 把這個六箱資料拿過來嗎 還是說是 妳說今天早上 就是他們檢調去公所牧口那邊的時候 是 我們的資料 這幾天因為都在比對 所以非常的完整放在一起 是我們主動提供給調查員 然後他們也註明說這是主動提供 將來我們需要查核的時候 他們也隨時配合我們查核 因為我們現在也正在做清查 OK 現在在做清查